万般大学的同学们大家好 咱们接着来学习固定资产 这一节主要给大家讲一讲 外购固定资产的特殊考虑 好 我们看到 说以一笔借款 购入多项没有单独标价的固定资产 应当按照各固定资产的供应价值比例 对总成本进行分配 分别确定各项固定资产的成本 这一段给大家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讲说 假如说我们只付了一个对价 一千万 我们打包购进了几项固定资产 比如说三项 五项 但是我们事实上付出 付了一千万 打包付出去的一个对价 我们买进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要在这个 假如说三项固定资产之间 对这个一千万成本进行分配 那分配的依据 就是我们各项供 那分配的依据 就是我们各项固定资产的供应价值 咱们这一项叫做供应价值的比例 就假如说 它一项两百万 一项三百万 一项五百万 对吧 就是按二三五的这样的比例 去分配这个 固定资产 就是按照二三五的比例 去分配这个对价 当然如果说我们 为了购进这一批固定资产 发生了相关的税费 我们也是要按照这个二三五的比例 去分担这些相关税费 寄入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 就可以 这个没问题 好 下面看第二点 购买固定资产的价款 超过正常信用条件 延期支付 咱们先说这个正常的信用条件 咱们想 我们买一项固定资产 给对方分期付款 假如说我们这个几个月 一年以内 这个肯定没问题 假如说稍微再长一点 两年 也可以 也可以算这个正常信用条件 虽然比较勉强 但是如果说 我们付这个固定资产的价款 分成了三年五年这么去付 那就明显超过了正常信用条件 那我们超过正常信用条件的延期支付 实际上 具有这个融资租赁的性质了 或者叫做 具有这个融资性质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固定资产成本 要以购买价款的限值 为基础确定 那怎么叫以限值为基础确定 就假如说 说我们还是这个五百万分五年 我们每年付一百万 一年一期嘛 这个没问题 但是我们在零时点 在我们购入固定资产这个时点 确认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 我们就需要把每期的一百万 五期嘛 每期一百万都折现到这个零时点 或者叫都折现到这个 购入固定资产这个时点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以这个折现后的这个限值 作为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的基础 如果有相关税费 该条条进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 实际支付的价款 与购买价款的限值之间的差额 这就我刚才讲 一个是我们各期分别付 累计付五百万 一个是这个五百万 各期的这个限值折现 两者之间有一个差额 这个差额怎么办 应当在信用期间内 采用实际利率法进行摊销 并且这个地方说 所谓讲说实际利率 往往考虑的就是我们对这个每期的付款额进行折现的时候用的那个折现率 就是实际利率 说贪销金额除满足借款费用资本化条件应当记住固定资本 应当记住固定资产的成本以外 剩下的应当予以费用化 记住当期损益 所以这个讲的就是说 如果我们满足这个资本化的条件 那就资本化 否则就费用化 我们后面还要再展开说这个事 好 我们下面说那具体的账务处理 我们三件工程或者是购物定资产 那就看如果需要安装的是三件工程 如果不需要安装的 那就是确认成固定资产 说这个是购买价款的限值 这个限值大家要一定要注意 写完借方之后 我们看贷方是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款是未来应付本金和利息 这个就是我讲的 我说假如说我们每期付100万分五期 那这个地方就写的是500万 两者之间的差额是计入未确认融资费用 如果按照咱们这个 贪用成本和实际利率法的角度上讲 长期应付款是未来应付本金和利息 这个是未来应付利息 那我们上面三件工程其实入的就是这个本金 本金就叫限值 那我们每期存在一个对这个未确认融资费用的摊销的问题 那讲说未确认融资费用的摊销 这是每期的摊销 应当用期出应付本金余额 其实应付本金余额乘以这个实际利率 这样去摊销 好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这一节就结束 下一节给大家安排一个 这个未确认融资费用的例题 给大家一起看一看 好 谢谢大家